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代表我的爱是期待着回报的 而为什么我的爱会期待着回报 因为我需要别人来告诉我 我自己的价值是什么 我需要一个男生来告诉我 我是珍贵的 我需要我身边的朋友去告诉我 我是珍贵的 因为我忘记了 我小时候感觉过的 独一无二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人一定要 抓住自己的价值 你的价值不能由别人来告诉你 虽然我觉得好像 讲来讲去就是 你是独一无二 你是很有价值的一个人 你是很珍贵的 这种东西好像很土 可是真正把它活出来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因为有很多人 在这个世界上面 他们想要寻找成功 不同方面上面的成功 来告诉自己 自己是有价值的人 厉害的人 他们可能会想要去赚很多的钱 可能会想要在 社会上面有很多的地位 或者他们可能会 交很多的男朋友 有太多的女生 一天到晚跟不同的人去交往 就是因为他缺乏爱 他缺乏自身价值的意识 所以他需要一些东西 一些人去告诉他 他是珍贵的 别忘了 别忘了 别忘了